訪問 那經過追查之後 發現他在3月18日入境之後 再從台北市一路逃竄到新北 新北就一路往桃園高雄來逃竄 在他逃往的期間涉嫌將他在美國強盜的賬戶加密貨幣有做部分的一個洗錢的行為 我們在5月31日在高雄他的租屋處來不到他的時候 有查扣到部分的現金大概新台幣有十幾萬 最主要是扣到了加密貨幣的冷錢包 我們的一個分析他大部分搶到的300萬左右的加密貨幣都還在這個冷錢包中 那依照我們台美簽署的這個刑事司法互助的決定來成功激獲美國的重案逃犯 那貴於在國內或其他國家處罰長一代台的外國人 我們一定會依法偵犯不容台灣成為逃犯的天堂